好 话说在如今的这个娱乐圈中只要一提到嫩模就会让人想到这个凭借好身材 翘脸蛋 博出味的那些模特儿 是 你看这些腿啊 而就在近日呢 香港媒体惊爆港台地区嫩模赔税价格 而在这一连串的名单当中甚至涉及到了郭富城的绯闻女友狗云慧 沉静三十万 流利十万 徐云莹三万 附加利十万 这一个个数字正是近期某香港媒体爆出的嫩模赔税价格 刚刚自说自话宣布要退出演艺圈的陈静标价为三十万 出演购无间道2的附加利报价为十万 嫩模续音报价为三万 而近期和郭富城传出恋情的天王嫂狗云慧则被开出了一百五十万的高价 虽然狗云慧的这个价码已经在众女心中脱颖而出 但是以郭富城的天王地位来说是不是还是低了一点啊 不怕郭天王会生气吗 而这份榜单的排名顺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可是有依据的哦 那就是女性们的脸蛋和身材 比如一个叫做AD2的嫩模组合 这次也被列入了项目表中 而他们您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上 他们刚刚搔手弄资过 谭兄怒怒造型出位 主动听闻过度老者 什么让人瞠目结舌的他们就做什么 她现在就感觉有点是为了要成名而不择手段的感觉 然而类似女性爆假单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无论是自我炒作还是联手炒作 抑或是缺有其事 这都已经足够让本已混乱的娱乐圈再添乌烟瘴气了 要想出名靠的不是脸蛋或身材 也不是绯闻和炒作 芷玲姐姐说的好 努力才会有收获 努力自重自爱 所以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觉得勤劳努力才会 娱乐圈天地人的魔药自重啊 报道